大哥,那个奎德社那老爷子说呢,郭德纲看完他这个奎德社以后开的德云社 这个东西啊,有些东西是巧合 有些东西就是看了你那个人家开了又怎么了,也没错误啊 不是说跟那侯宝林、侯大师是平辈吗 你跟谁平辈没有用啊 那你说现在我这行业里我平辈,我祖师爷有管什么用啊 你不行啊,对不对 你比侯大师都大一辈,你也没用啊,对不对 所以说这人吧,现在有时候都疯了,你知道吧 你哪行哪业,他有辈有什么都可以 人家尊重你没有,对不对 人家尊重你,人没说你什么 你自己毛生是自己的事 说我辈大,你辈大就应该挣钱啊,人家分钱是怎么的 那不是也是开一屋子,你开一屋子有没有人去,挣得着钱吗 是啊 你挣得着钱,你不会这么踩过人家了,他跟我学的 他跟你学也正常,你不是辈大吗,跟你学怎么了 是啊 有什么可炫耀的啊 不是说说痛快吗 那你嘴痛快 我现在出境上,我都不提什么辈之类的 你提辈,你像我这行也会提辈,我这辈大了 管什么用啊 我们以前的同事一说就是我这辈多大,你这辈多大,你这辈哪呢 我说最后我就干什么 大哥你现在说啊,我的技术好,我的辈什么怎么着 我说你说的都特对 是 我说你拿多少退休费啊 你有他高吗 没有 那不是就完了吗 你还是不如他呀 那我当年,我你当年现在,你现在别当年了 那是 咱说当下,当下你就是不如人家就完了 那老爷子我看也有点,也有点艺术功底啊 吹辣弹唱啊 都是干这个的啊 可能都会呀 但是,他术月中宫 是 他有没有精,对不对 是 唱戏的中国经济院多了 能唱出来的有几个 反正人就是说,那白星就那点东西吧 对 他有几个能唱出来的 咱说那个,那个叫什么呢 京剧那女人说过的,刚刚把京剧带歪了 真的有时候,这个中国人啊,挺凑蛋的那点 你这京剧大鼓张云雷唱得多好啊 是 他以前都没人爱听了 我真的以前都不爱听了 你这大鼓都忘了什么叫大鼓了 他这一唱给你带着,你听得挺好 是啊 是不是 他那京剧,你别管他说歪唱还是正唱 啊 有时候他还是故意歪唱 那你听着,哎,就这么唱好玩 是 咱就说吧 你传统的京剧 啊 肯定 没有错误好 但是咱说了,现代京剧又怎么样 是 八个样板戏,现在谁不能唱几口 是 对不对 你说什么谭元寿啊,什么这个 这个叫什么杨子荣那个什么浩亮啊 他们唱那个 唱那个 他就是谁都能唱啊 是 他改了,改成现代京剧了 他就是交响音乐 是吧 沙家帮 是 对不对,大家都有啊 确实也挺好的 对 这东西,你看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京剧爱好的师傅 啊 一洗澡去,我们这些小孩就逗他嘛 为的是,你给来这个穿一个临海 穿一个 他前面一起店,后边嗷嗷的叫唤 那家伙,那这一里地语外都能听见嗷嗷的 有气氛 确实是舒服唱了 啊 不见得非得说,我这传统的就不能变 哦 是 咱说实话 啊 那你说 那过去 传统 原始人出来说 吃生肉 是 不用刀枪 都用石头砸野兽 对 那你现在都用刀枪了 嗯 还吃活的 还吃生的 还吃熟的 哦 你应该就吃生的 是吧 哎 就抱着那个 逮着一个一头猪 就抱着就啃他那个肉 喝他那血就完了吗 是啊 那是 那叫传统 哦 那大哥那他是不是为了凑热度 哎 现在啊 你要是 有的人为出名蹭蹭热度 啊 有的人那就是心里不舒服 哦 就是你 你比我过得好我就 心里有烦恼啊 啊 这不是上海难说这个问题吗 是啊 这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是的哥 没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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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